中南山下 活死人物 神雕侠侣 绝技江湖 郭湘望着远去的二人 不由说道 相思相见之何日 此时此夜难为情 却只道相思无用 唯别而已 别其若有定 千般煎熬又何如 四十岁顿悟 出家为泥 终生不嫁 峨眉派横空出世 传下弟子换风铃 可世人只探一见阳故物终身 却又有谁能懂 这张三封一见郭湘悟百年 天涯四君不可望 武当山顶松百长 郭姑娘你徒弟名唤风铃 我几个徒弟叫远桥连州代言 松西翠山离亭生谷 山水皆在 却唯独没有你 感情之势暂且搁置 就在杨过小龙女归影江湖之后 那蒙古大军屡次三番侵扰襄阳 郭靖黄荣虽然死守 却终是无力回天 只好将平生所学暗藏在 屠龙刀以天剑之中 期望有缘人得知 光复江山 江湖传言 武林至尊 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如今却因这屠龙宝刀出事 引起血雨腥风 无数侠义之士命丧于此 这挥袍道长偶然间得到这把屠龙刀 痛恨其危害武林 当即就要带回武当山处置 此人便是武当三侠于代言 却看这船行术里 江面上一道浓雾而至 于代言来不及思索 就看一艘大帆船迎面撞来 一跃而起 当即施展那武当踢云纵 跟着又向前窜树杖 终于落上了帆船甲板 此时就看从后方飞来一人 来人正是天鹰叫鹰野王 其目的自是要于三侠交出屠龙刀 就看鹰野王飞身窜上 却看于代言部里轻盈 伸手脚剑 这玄虚刀法和镇山掌 本就是于三侠成名绝技 不出片刻 便将这鹰野王制服刀下 突然鹰野王将头偏过 身后竟飞出数道牛毛细针 于三侠来不及躲闪便中了套 当即晕厥过去 抛弃于山谷之中 若不是张翠山张武侠及时发现 怕是性命难保 饶事如此 待张翠山将于代言带回武当山 众人一番查看 却发现于代言手脚关节尽碎 是少林大理金刚尺 时日正逢张三丰八十大寿 爱徒却惨遭毒手 尽管耗尽真气为其疗伤 却也只是逼出了三枚文续针 而这手脚惊骨 张真人亦是无力回天 只恐下半生须在轮椅上渡过 张翠山满怀伤痛恼怒 悄悄离开武当 下山寻找于三哥被害真相 正想在这周中问询消息 可朦胧月光下的素衣少女 竟轻力得不可放误 张翠山怦然心动 一时哽咽不知该说什么 不想这女子倒是主动大方 撑起一把油纸小伞 一把纸伞一幅山水画 一句邪风细语不虚规 让这个文质彬彬的侠士恍若找到之音 两人论起诗词书画 谈话之间 无意间看到女子手臂上的三枝梅花镖 方才之竟是这女子 命龙门镖局将于代言送回武当 却又因图中撞见有人冒充武当七侠 欲加害于代言 女子出手相救 却奈何武功不济 被为首之人用梅花镖伤了手臂 张翠山闻言心中感激 本要出手帮其疗伤 却又听女子说道 她因此图了龙门镖局满门 张翠山心中不悦 这等行径和那邪魔歪道有何区别 是他们保护于三侠不利在先 那也不能随便杀人 因素素哪里听得了这样说教 心生怒气 张武侠大人大义 我这般心狠手拉之辈 怎配与你结交 张翠山眼看女子手臂毒性快要发作 便想先行帮她疗伤 却口中还嘟囔着冤友投债有主 何必滥杀无辜 因素素一是个刚烈的女子 直接给了张翠山一个大嘴巴子 我自己着死 跟你有什么关系 张翠山本想出门一走了之 却又觉得于心不忍 当下又返回传仓 我倒想见识见识 你这姑娘到底有多无理人情 只看张翠山从袖中拿出一瓶丹药 拿想殷素素忽然说了一句 你不认错 我便不要你救 张翠山心中一正 虽然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但她还是举起了右手 黄天在上 江神在下 今日我张翠山就向殷素素道歉 誓言落下 殷素素才贪软地倒在张翠山怀中 殷素素娇艳无伦 张翠山血气方刚 这淡淡的幽香袭来 让那颗懵懂爱情的种子 获得成长开挂的机会 不想次日王盘山上再遇殷素素 方才知她是天鹰教子微堂堂主 可眼下还来不及思考 殷素素便与金毛狮王谢迅 抢争屠龙刀起来 尽管殷素素手上功夫不弱 伸手矫健清零 面对手持屠龙刀的狮王 依旧无法讨得半分便宜 被狮王直接震飞出去 幸好张翠山眼疾手快 一把拉扯住殷素素 四目相对 双甲运红 此时这海鲨神拳 距经三派掌门一同而上 本以为情服谢迅轻而易举 拿想这三人实在不堪 眼看谢迅要将场上之人全部涂之 就看张翠山忽然站了出来 提出要与谢迅比斗一场 张武侠你擅长什么 谢某倒要领教一下 殷素素一听心中着急 斥责张翠山怎可如此鲁莽 却看张翠山将手中宝剑处在地上 比 鞋子 谢迅暗道不妙 这张翠山江湖人称银沟铁华 精通这书画之道 哪是我这莽夫能相提并论 就看张翠山在场中太极其手 双手朝着地面快速拍去 但见地面石屑纷纷开裂 或如灵蛇盘腾 或如猛兽毅力 顷刻之间便跃至一旁 一道掌风拍出 只见地上赫然写着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以天不出水雨争风 虽然张翠山功力尚浅 笔划入世不深 却在一笔一画中蕴含武学大道 有气势 有韵味 谢某佩服 谢迅虽然认输 却不同意放过场上众人 但先前已答应张翠山赌约 当即点注张翠山和音速所学到 让其暂且失聪 而后一跃而起 朝着众人便发出那嗜吼咆哮 众人不知所以 一个个先后倒地 倒飞出去 这一声嗜吼功 竟让所有人从此双目失明 双耳失聪 虽无直接杀害 但醒后也将神经错乱 转眼之间 就见谢迅带着张翠山二人 在一艘大船上 二人还以为是要返回中原 却不想谢迅竟是要找一座无人荒岛 研究这屠龙刀中的奥秘 张翠山自是心中不愿 思索着要如何脱身 于是晚上趁给音速速盖背之际 用独特的方式唤醒音速速 拿响两人的密谋 被谢迅听得一清二楚 既然你想试试 谢某便奉陪到底 张翠山在他说话之时 便以凝聚真气 虽知晓谢迅武艺高强 但心想凭借着武当免长 也能挨得片刻 哪想实力实在过于悬殊 片刻功夫张翠山便被压得喘不过起来 如果我的掌改为全 他才经过弊断 本以为音速速会将那暗器使出 哪知道他却忽然改口 答应谢迅在荒岛上陪他一年半年 甚至还用张翠山性命发誓 我音速速和张翠山 愿意陪伴现成辈左右 直到发现屠龙刀的秘密 谢迅哈哈一笑 当即撤去掌力 此刻头顶忽然乌云满天 大雨如注 电闪雷鸣之际 谢迅竟忽然失去了理智 脑海中浮现的都是自家满门被图的画面 大骂苍天 仰天咆哮 金毛师王谢迅精神错乱 一刀便将大船震成粉碎 张翠山和音速速沉入大海 本以为要命丧于此 不想海面上竟飘来一块浮冰 想必是命不该绝 两人坐在浮冰上一路飘零 竟意外来到一处无人荒岛 经历生死考验 两人爱情迅速升温 虽是正邪疏 可当真爱来临 一切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就如此 张翠山和音速速结为夫妻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本以为生活能如此这般平静 翩翩至日 两人正在河边觅食 却看远处走来一人 此人正是金毛师王谢迅 不想这谢迅在海上漂浮多日 也来到此地 虽说三人之前有过恩怨 却也并无深仇大恨 张翠山一时心软 便与谢迅一起在这冰火岛上生活 不多时音速速便发觉自己怀有身孕 这或许是张翠山此生最快乐的时光 转眼十月 空中忽然电闪雷鸣 每逢此景 谢迅就会精神错乱神志不清 偏偏此时 音速速竟要临盆 那撕心裂飞的喊叫 加速激怒了谢迅的发狂 挥刀便朝着张翠山劈去 谢迅这一纵月 时到极猛 一拳便将张翠山击飞出去 眼看谢迅朝着音速速步步走去 手中屠龙刀正要落下 张翠山拼尽全力挡在音速速身前 可张翠山又怎会是谢迅对手 尽管将浑身解数使出 却依旧无法挨的片刻 便被谢迅用刀架在了脖子上 张翠山心中一酸 音速速意识焦急万分 忽然一道婴儿的啼哭声传爱 谢迅心中一正 这声啼哭竟唤醒谢迅的神志 方才知晓 自己刚才竟险些酿成大火 两人看着石床上的婴儿 这才舒一口气 此时张翠山提出 要谢迅替孩子取个名字 音速速紧接着说道 要谢迅收下这孩子做义子 想不到两人不计前嫌 当即要与二人一劫金兰 随后将自己的凄惨遭遇 向两人诉说 谢迅不由地喜极而泣 将孩子抱在壁中 又紧忙说道 你快抱回去 别让我这模样吓坏了他 孩子饿了 他娘给他喂奶吧 说罢就要出去尸检柴火 让音速速好生休息 暂且让这谢无忌慢慢成长 几人伤还不知 如今的江湖上早已是腥风血雨